他模糊地看见了许多的黑暗傀儡正在慢慢靠近自己 眼见不妙,想伸手捡手电筒时却被敌人阻止 就在快受到伤害时,突然一颗信号弹射了过来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说到了速度 传说中每小时能跑出767英里光速的蓝色刺猬 也把玩家送回了90年代 让玩家体验恶离横向平台跳跃的最初感动 索尼克超级巨星让玩家以3D的精致画面来到了北极星群岛 跟伙伴们一起为群岛的和平而战 只不过这次索尼克一行人将会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 面临了弹头博士,联手猎手方哥和特离谱的三重威胁 到底索尼克和伙伴们将会如何解决这一次的困难呢? 就得由玩家们来自己决定 因为玩家机密将要送出索尼克超级巨星的游戏啦 玩家只需要按赞订阅Gamerssecret玩家机密的脸书和YouTube 并把这部影片分享到脸书上 在贴文写下为何你会喜欢玩家机密 以及hashtagGamerssecretgiveaway 将贴文设置成公开且标记玩家机密的脸书账号 再将贴文的链接私信至玩家机密的脸书专页 就有机会获得Steam的索尼克超级巨星啦 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得到 就记得密切关注玩家机密的新影片咯 Alan Wake 心灵杀手是一款发行于2010年的经典惊悚恐怖游戏 由Remedy Entertainment制作和Microsoft Game Studio推出 因为游戏其出色的故事内容和利用手电筒消灭敌人的特殊玩法 在当年掀起了一阵浪潮 更被时代杂志刊登在2010年度十大游戏的榜首 作者Sam Lake用了5年的时间才写出了这部偶心力学的神作 这在当时的游戏产业中是属于非常罕见的 如今过了13年后 心灵杀手的续集终于要在10月28号发行了 筹备时间和上代相比整整差了两倍多 事隔多年 相信多数的玩家已经对游戏和主角的故事模糊了 那么为了唤起玩家的记忆 接下来玩家机密会带玩家们回顾 心灵杀手的故事和主角艾伦的人设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要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开始吧 在夜晚的高速公路上 艾伦因为某些原因 必须要在到点前赶到灯塔 为了赶上时间 他只好开快车 可就在转弯时 由于来不及刹车 发生了意外 撞上了一位路人 上前查看时 却发现对方已经死了 在他苦恼时 突然车灯熄灭了 再转头一看 刚刚的尸体居然不见了 但在走远后 突然发现那个路人 正站在车前 下一秒又瞬移到他的面前 拿着斧头不停地威胁他 从他的话语中 似乎他是艾伦书中的一个角色 逃跑的过程中 遇到了一位正常人 在他的帮助下 艾伦躲进了房子里 可他却来不及进入 被困在了外面 被黑暗傀儡杀害 艾伦也只好继续逃跑 途中有数光告诉他 必须进入光明里才安全 神奇的是 当进入光后 身上的伤也好了起来 接着在光的指引下 艾伦成功到达了灯塔 可灯塔里 却有个不懂什么东西 往艾伦身上扑去 突然艾伦从噩梦中醒了过来 一旁的艾丽丝安慰他 那只是又一个噩梦 接着就说 他们就快到达目的地了 原来为了帮助艾伦 消除压力和获取灵感 于是两人决定远离喧闹城市 一同前往华盛顿州的亮铺镇 放松心情 艾伦是一位畅销惊悚小说作家 他有一位漂亮的妻子 名为艾丽丝 艾丽丝是位专业的摄影师 他帮艾伦设计了许多小说的封面 因为时常合作的关系 两人很快就产生了好感 并走在了一起 两年后 两人搬到了一座城市里的公寓生活 由于艾丽丝患有黑暗恐惧症 因此每当家里陷入黑暗时 都会让他十分的紧张 无法行动 为了消除艾丽丝的紧张 艾伦分享他小时候的故事 儿时的艾伦也称和艾丽丝一样 十分惧怕黑暗 而他的母亲 会将一个老旧的电灯开关交给他 并称之为神奇开关 告诉他 只要每当阴黑暗而产生恐惧时 打开开关就会亮起一盏魔法灯 就能将怪物吓跑了 说完 艾伦就顺手拿起桌上的开关交给艾丽丝 这也逗笑了艾丽丝 让紧张的气氛小去了 虽然艾伦曾是畅销六本惊悚小说的作家 可近年的他因为没有新的灵感 而导致小说已经停滞两年了 自从灵感停滞后 艾伦经常会受到噩梦的困扰 在噩梦中 经常受到黑暗傀儡的追杀 这些黑暗傀儡的身上 通常会包裹着武器 保护着他们 不会受到任何的物理攻击 而能阻止他们的唯一方法 就是使用手电筒的强光 破坏黑暗的防护 接着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攻击 下船后 艾丽丝让艾伦等会去餐厅找房主卡尔 领取小屋的钥匙 而他需要去加油站加油 可一进入餐厅 艾伦却被服务员罗斯认了出来 他的热情让艾伦感到不适 于是他赶紧转移话题 询问卡尔在哪里 当艾伦准备进入黑暗的走廊时 被抱着灯的女人辛西亚阻拦 他让艾伦如果不想受到伤害 就不要进入黑暗 但艾伦却不以为意认为他过于神经质 震荡敲门时突然一旁冒出穿着上服的老女人巴巴拉 他表示卡尔因为生病所以无法过来 而他则是代替卡尔转交钥匙的代理人 拿到钥匙和路线图后 两人就驱车前往巨斧湖 可他们却没注意到 卡尔正从餐厅出来 想将钥匙交给他们 到了巨斧湖后 两人就被周围的警舍征服了 过了一会 妻子表示有个惊喜要给他 随之当看见惊喜后 竟发现是台打字机 爱丽丝认为 这里的环境可以帮助他完成新的作品 而且他还帮艾伦预约了 在这个地方很有名的医生 也会可以帮助创作遇到瓶颈的医生 哈特曼 这样的举动无意激怒了艾伦 在两人争吵期间 木屋突然跳电了 在跳电的瞬间 如果放慢 还可以看见出现了一个人 而他 正式将钥匙交给艾伦的巴巴拉 愤怒的艾伦摔门离去 独自一人去到桥边冷静 这时木屋再次停电 屋内传出艾伦的尖叫 跑回去时 还莫名遭到乌鸦的袭击 回到小木屋时 对面的门似乎被什么东西撞开了 走出去时 看见艾伦坠入湖中 来不及多想的艾伦 就一药跳入水中 闪耀一到画面后 突然艾伦睁开了眼睛 奇怪的是 明明刚刚自己是跳入了水中 可现在的他却出现在车里 还发生了车祸 虽然他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唯一知道的是 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艾伦斯的身上 手机在这时也已经没电了 幸好在不远处有个加油站 兴许那里就有电话 可以寻求帮助 路途中 突然看见转角处亮起了墙光 以为有人的他对着光的地方呼叫 然而却没有任何的声音回应 只是有张纸飘了过来 前期一看时却吓了他一跳 因为纸上的内容 正是他计划为下本小说写的标题 而且在他印象中 他从未写过任何的内容 所以不可能有人盗用他的标题 继续前进时突然眼前闪出一个人影 就当他在自呼救时 那个人影已经消失了 跟随着他的方向走入了伐木场 里面有个十分诡异的人 只是一看那个人正是 不要将钥匙交给他的卡尔 看着他的样子就像是 恶梦里的黑暗傀儡 这也让本想向他求助的想法消失了 本打算偷偷潜行通过伐木场 可就在即将离开伐木场时 还是被卡尔发现了 见状他立马跑进前面的小木屋里 而卡尔对着木门狠狠地砍了衣服 他还顺势吐槽 如果再也不逃出去 卡尔就会像闪灵电影中的尼克森一样破门而入 幸运的是 在小木屋中就有家电话可以让他求救 正当他打电话求救时 卡尔操作了推土机将外面的电线推倒 童话也因此被强制停止了 之后卡尔还想将小木屋推入悬崖 他赶紧从小木屋中逃出 卡尔则是和木屋一起掉落到下方 突然眼前的栅栏缓缓打开 似乎有股神秘的力量正在指引他方向 可经过栅栏之后 却遇见了更多的黑暗傀儡 于是他学着噩梦里的方法逐个解决他们 看见倒下的尸体消失 这让他怀疑这到底是梦境还是真实的世界 路上他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零散的画面 这让他开始感到头痛 似乎刚刚的车祸将他的大脑撞出脑震荡了 经过一番苦战后 他终于到达了加油站 突然他发现牌子上写着 68周年的巡路节倒数7天 可他记得刚到达亮铺证时 巡路节还有14天 难道他在这次的车祸昏迷了整整一个星期吗 进入加油站前 电视机突然亮了起来 可节目的内容居然是他自己 他一个人在木屋的工作室中自言自语 表示自己会一直写下去 他可以感受到爱丽丝就在黑暗中 他会继续写小说的故事 直到找到爱丽丝 一旦他停下写作 就会彻底失去爱丽丝 录影结束后 艾伦不敢相信电视上的人是自己 录影中的自己看起来就像是疯了一样 接着他就找到了电话 并拨打给警局前来协助 不久后 女警长莎拉就前来加油站 他将妻子在巨腐湖失踪和车祸的经过告诉了莎拉 可接下来令人诧异的是 莎拉竟然说 巨腐湖自从1970年火山爆发后就没有了 不可能有小岛和木屋在那里 就在他想继续解释时突然体力不支坐在了地上 莎拉接着询问有没有看见这里的负责人卡尔 而卡尔刚刚就在伐木场中被他干掉了 他知道如果把刚刚的经历告诉莎拉 他肯定不会相信 反而会把他当成神经病 也不会帮助他寻找失踪的息子 于是他决定隐瞒森林里发生的一切 但回到巨腐湖时 的确就如莎拉说的那样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木屋和小岛 回到小镇接受医生检查室 他隐瞒了间隔性头痛和失去记忆的症状 因为他知道如果说出来 医生肯定会将他送去医院检查 这将会阻碍自己寻找艾丽丝 到了警察办公室 莎拉将充满电的手机交给艾伦 接着询问去腐湖的细节和为什么 他昨晚会出现在卡尔的加油站 真想着借口时 突然有个不知名电话打了过来 接起电话时 另一头出现了艾丽丝机械室的求救生 电话里的绑匪警告他 如果还想要见到妻子的话 就不要再和警察交涉了 然后在午夜时分 独自一人前往情人峰 与他会面 离开警局的时候 碰巧遇见了艾丽丝提过的医生哈特曼 一想到妻子的失踪 都是因为受到了这位医生的邀请 愤怒的他一拳打在了哈特曼的脸上 见状莎拉立刻拖住了艾伦 让他保持冷静 恰好这时艾伦的经纪人巴里正从门口进入 看到这一幕还以为艾伦受到了威胁 立即警告莎拉放开艾伦 还搬出自家的律师押住对方 没受重伤的哈特曼表示 原谅艾伦的粗暴行为 还说他们之间的邀请依然有效 如果有需要可以去他的诊所找他 路上艾伦将所有的经历都告诉了巴里 虽然这些经历十分的怪蛋 可作为经理人的巴里还是选择相信艾伦 他相信艾丽丝的确是被其他人绑架了 可他却对森林里射杀黑暗傀儡的事情不大相信 还认为艾伦将现实生活和虚假的小说情节混合在了一起 不过巴里认为在森林里的经历 可以作为新的惊悚小说的题材 懒得和他对话的艾伦转去登记住宿的资料 午夜时分两人到达了指定的住宿地点 他将巴里留在房子后就独自一人前往情人峰 在搭乘缆车时突然发生了事故 一群乌鸦飞过来袭击缉车 导致缆车失控撞向了前方 醒来时他模糊地看见了许多的黑暗傀儡正在慢慢靠近自己 眼见不妙想伸手捡手电筒时却被敌人阻止 就在快受到伤害时突然一颗信号弹射了过来 将周围的黑暗傀儡都消灭了 这时一个陌生男人拉起他表示得赶紧离开 还嘲笑艾伦的手电筒就像是小孩子的玩具 真男人就该用信号枪 对于其他人能看见黑暗傀儡艾伦十分的惊讶 然而陌生男人却说出了奇怪的话语 表示自己能看见是因为故事就是这样写的 这个彩蛋之后会再详细解释 突然他认出了这个陌生男人 是和他一起搭渡船过来的 加上陌生男人也是前往着情人峰 种种的巧合让他相信眼前的男人就是绑匪 到达情人峰时他让绑匪不要再演戏了交出艾丽丝 对方却表示自己早就知道艾伦会怎么说 还说他是一位好作家 恭喜他即将引起一场既壮观又可怕的故事 只要他适当的控制写作方向 这诡异的对话让他再也受不了大声质问艾丽丝的位置 而绑匪却要他交出完整的原稿 否则会让他受到更多的苦头 停后激动的艾伦一拳挥了过去 结果两人因此失去平衡掉了下去 看见捡刀枪的艾伦 绑匪立刻逃跑 眼见绑匪已经跑远 他只好先回去和巴黎会合 回去的途中绑匪再次打电话让他交出原稿 可他都还没写过这部作品 其他的原稿都是光给的 没办法他只好搪射还没写好结局 需要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 可绑匪只给了两天的期限 回去后看见有许多的乌鸦正围绕着房子 如此多的数量只好使用攻击范围大的信号枪 救出巴黎后 他总算相信艾伦之前所说的话 于是为了救出艾丽丝 两人决定分工 巴黎负责去小镇调查绑匪和巨斧湖的资料 而他则抓紧时间写出绑匪需要的原稿 尽管前几天都经历了许多怪异的事件 可他却还是无法利用这段经历写出新的故事 另一边小镇上的巴黎接到了服务员罗斯的电话 罗斯的语气就像机械般 说找到了苏叶艾伦的原稿 让他们两人前往镇外的露营车房去拿去 画面一转 原来是巴巴拉正在操控着罗斯打电话 巴黎将在小镇调查到的事件告诉了艾伦 原来在报社的资料库中 记载了许多量铺证怪异的事件发生 像是平民无故失踪、神秘死亡事件、乡野传说成真等等 都发生在了巨斧湖旁 一旁带路的房东也说 那里曾经是印第安人认为通往阴间的大门 而那里本来有座小道是汤姆斯在恩所有 汤姆也是一位有名的作家 可不知为何现在却找不到任何有关他的作品 当艾伦向罗斯索取原稿时 罗斯却说他需要的是灵感 他立刻就知道了罗斯并没有原告 突然先是巴黎感到了一阵眩晕感 随后他也感到了眩晕感 原来是罗斯往咖啡里下了迷药 在睡梦中有一束光告诉艾伦 有个不好的东西躲在巴巴拉的皮囊中 可他现在太虚弱了无法阻止他 还告诫艾伦一定要把灯打开 突然巴巴拉也出现在了梦里 随后在巴巴拉滔滔不绝的话语中 光一直不断的提醒一定要开灯 在被吓醒的瞬间他立刻打开了灯光 查看时间后才发现已经被浪费了一天 这时外面传来了警惕声 原来是房东以为两人对罗斯做了不好的事情 由于时间紧迫 没办法之下他只好暂时抛下巴黎 以免逃离警察的追捕 以免前往绑匪指定的地点 然而就在接近辽王台时 却听见了绑匪惊恐的声音 绑匪不断向巴巴拉道歉 说爱丽丝并不在他们的手上 他们只是为了骗取原稿才会这么说 上去查看时 绑匪以四肢无力地跪在地上 瞬间巴巴拉出现在眼前 很快又消失了 事后就出现一团黑色的龙卷风 将绑匪吸了进去 多亏即时拿到一旁的信号弹 才没被龙卷风卷入 但也因此坠入狐狸 入水时出现了爱丽丝被巴巴拉拉进水里的画面 接着又出现了使用打字机写作的画面 就在快失去意识时 有艘舟小船死了过来 将艾伦揪了起来 昏迷期间 艾伦开始意识到 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 都是源自于自己尚未写出的小说 现实生活发生的事 都是小说里的情节 似乎两者之间产生了连结 不久艾伦就从哈特曼的诊所醒了过来 哈特曼表示 艾伦是因为妻子的死去 从而引发了心理疾病 出现了精神分裂症 由于艾伦无法接受艾丽丝的死亡 于是在自己的心灵里 创造出自己想要的世界 就像小说里那样 艾丽丝被绑架 一切都是黑暗的超自然力量做的 也就是之前的经历 全都是自己的幻想症 然而对于哈特曼的说辞 艾伦始终保持着境界 不愿轻信哈特曼的说法 而是假意配合 之后 从两位老人的对话中 听到了重要的信息 如果想要了解真相 就要前往他们的农场 因为他们为了防止忘记 就将所有的资讯写下 并收在了房子里 当艾伦再次回到打字机前 想接着写出故事时 却被白纸的反光刺痛双眼 双手也止不住的发抖 突然诊所发生了骚乱 负责监视的工作人员也前去查看 艾伦趁着这个空隙也逃跑了 途中再次与巴黎相遇 在巴黎的叙述中 他才确信哈特曼对自己撒谎了 随后 两人进入办公室时 发现原稿都在哈特曼的桌子上 看见进来的哈特曼 他怒斥哈特曼如果再说谎 就朝他的脸开枪 简状哈特曼也不再隐瞒 表示两人可以合作 创造出一个美妙的世界 然而黑暗魅影却不同意强制介入 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艾伦赶紧逃出房间 留下哈特曼与黑暗魅影 接着他就和巴黎一同驾车离开了 车上他能感应到艾丽丝并未死去 只是被困在了湖底的黑暗 接着他就要前往湖的附近拯救艾丽丝 因为湖有种能够让作品成真的特殊能力 不过由于湖自身的意识 改变了作品中的故事 才会出现那么多奇怪的事情 而为了了解湖的真相 就要前往安德森兄弟的农场 黑暗魅影为了阻止他们 弄下了弱石阻挡他们 闪避不及的巴黎将车开了下山 艾伦独自一人被甩飞掉在了斜坡上 而巴黎则是随着车子掉落到更下方 不过幸好的是两人并无大碍 于是两人约好在农场会面 在农场会合后 两人就一同进入安德森兄弟的房子 从唱片里的歌词得知 要重塑命运就要前去寻找辛西亚 不过由于现在已经很晚了 两人计划先休整一晚 明早天一亮就前往小镇寻找辛西亚 本想拒绝的艾伦想到这几天的疯狂 也拿起一瓶喝了起来 在酒精的作用下 两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睡梦中艾伦再次回到了巨斧湖 不同的是 这次的她只是以旁观者 看着艾丽丝消失的那晚 不过她也从中找到了失去的记忆 原来当时她在湖中找了许久都找不到艾丽丝 之后便疲惫地游到了木板上休息 突然巴巴拉出现 并用手指触碰艾伦的脑袋 告诉她 艾丽丝或许还在房子里 话语中她不停地暗示 可以通过创作小说的方式 让艾丽丝复活 不过这需要胡和黑暗的力量才能做到 也就在这时 艾伦成为了她的傀儡 她听从巴巴拉的指示开始埋头写作 用了一周的时间 完成了一本名为启程的原稿 但艾伦不知道的是 这其实只是巴巴拉为了让自己 变得越来越强 但巴巴拉没料到的是 她居然还保有一事的意识 偷偷在小说中 也将自己逃亡的方式写进了故事里 让本会被暗黑吞噬整个世界的恐怖截局里 添加了光明 以阻止这样的结局 而那个光明 也就是另一名作者 汤姆 所以在这一路上 不断出现帮助自己的 正是汤姆 除此之外 汤姆还会将原稿 一页一页的送往现实世界 让艾伦了解 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也对应了为什么之前电视机里的自己那么的神经质 为什么会有个光不停的出现 帮助自己 而在第七天的时候 汤姆出现在了木屋中拖住了巴巴拉 让艾伦能坐车逃离去浮湖 之后又因为过度虚弱而昏迷 导致出了车祸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跳入水中后 就出现在车祸中 在梦醒的时候 艾伦看见了一路追捕自己的FBI探员找到了自己 当艾伦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处于监狱中 看来探员称自己醉倒时将他逮捕了 而探员似乎知道现实世界会和原稿所写的一样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艾伦的轨迹 不过比起探员 莎拉更倾向相信艾伦是无辜的 于是他打算放走艾伦 当然探员不会同意 还逃出枪准备射杀艾伦 正当探员要设计艾伦时 他突然想到 现在就和原稿一样 就在他想看自己接下来会怎么样时 突然他就被黑暗魅影带走了 看来黑暗魅影也跟着他来到了这座小镇上 而现在唯一能阻止这一切的关键 就是找到辛西亚 不过由于现在辛西亚在发电厂 从这里过去有较远的距离 不过幸好的是 这里有架直升机可以过去 所以莎拉提议和艾伦一同前去拿取钥匙 而巴里留在警局打电话 警告其他的同事 还说如果他们不相信的话 就说出叶全 那么他们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叶全就是一路上看到的电视节目 说的就是奇怪的事情 发生在另一座小镇上 而叶全的故事 就要说到之后发行的控制了 途中两人看到巴里正在路上狂奔 原来他被黑暗魅影盯上了 从警局一路逃了过来 不久 三人再次会合 而巴里也转变成了一位 带着圣诞彩带灯的战神 启动直升机后 三人就一同前往发电厂 寻找辛西亚 辛西亚了解情况后 表示已经等待她很久了 听辛西亚说起以前的故事才知道 原来 汤姆和巴巴拉本来是情侣 后来巴巴拉不幸发生了意外 然后 汤姆为了让巴巴拉复活 于是就开始写作 并唤醒了黑暗魅影 也就是披着巴巴拉皮囊的结局 虽然最后 汤姆发现了真相 可他却来不及修改自己写出的小说 才会发生后续的事情 而为了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汤姆留下一个东西给辛西亚保管 当看见汤姆留下的物品时 艾伦呆滞了 因为 这是一篇艾伦的童年记忆 里面的内容 正是之前她说给爱丽丝听的故事 神奇的开关 当艾伦七岁的时候 总是会因为噩梦而不肯睡觉 妈妈为了让她入睡 就给了她个神奇的开关 告诉她 只要拨动开关 就会打开一盏魔法灯 把怪物吓跑 同时还告诉她 这是她爸爸留下来的 由于艾伦从来没见过爸爸 所以任何有关爸爸的东西 在她的心中都像是神话一样 她也因此克服了心理的恐惧 原稿最后还说到了三十年后 艾伦就会手抓神奇开关 站在巨斧湖边想起这件事 最后跳入湖中 原来艾伦之所以有这个神奇开关 正是汤姆利用巨斧湖 能将创作成真的能力制作的 明白一切之后的艾伦 打算跟随小说说的情节 独自一人回到巨斧湖 并完成最后一页 在悬崖上艾伦握紧神奇开关后 便一样跳入了水中 黑暗魅影为了阻止艾伦 伪造了她与艾丽丝爱的巢穴与艾丽丝 企图将她困在这里 然而内心坚强的她 拒绝了黑暗魅影 脱离了魅影后 她看见身穿潜水服的汤姆 让她一定要去小木屋阻止她 将光明放入她那充满黑暗的空洞 汤姆为了让艾伦能安心对抗黑暗魅影 还创造出了另一个自己 能代替她活在现实世界中 而这个假的艾伦 之后也活跃在另一个游戏 《心灵杀手 美国噩梦》中 回到了小木屋后 杰格还执迷不悟的不让艾伦完成最后一页 看着她内心的空洞 艾伦将神奇的开关置入空洞内按下按钮 杰格也因为光而被消灭 艾伦走去了打字机前 开始为自己的作品启程写下了结局 在这个世界有光明就会有黑暗 有阴就会有果 有罪恶也会有救赎 天平永远都需要平衡 既然想救下艾丽丝的生命 也就是需要另一个生命作为代替 也就是她自己 于是她牺牲了自己 换取了艾丽丝的安全 也为量部阵带来的安宁 不过这个安宁只是暂时性的 因为似乎又有新的黑暗魅影 正潜伏在黑暗中 另一边艾伦也没有因此死去 而是在湖中继续用着打字机写着新的原稿 不知过了多久 艾伦再次回到了量部阵 而这个世界正是快要失去控制的自己而出现的 汤姆还是一如既往为艾伦提供了帮助 在这个世界中 艾伦需要面对自己的心魔 再次打败曾经的敌人 而且还需要打败自己曾经的伙伴 最后当她进入木屋时 发现了被黑暗和孤独占据的自己 也就在这时她清醒了过来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并不能长久留在这个地方 否则下次她可能就无法保持自我了 于是她决定再次借用湖 能将小说成真的能力离开这个地方 尽管她知道这会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可是她还是决定尝试 坐在打字机前 她开始撰写了起程的续作回归 而在之后REMEDY星座的控制中 在游戏的最后控制台收到了来自量铺针的信号 可由于量铺针已经被封锁了 加上那个日期是来自未来的几年后 所以她们认为这是个小故障 然而她们不知道的是 这却是来自她们的研究对象艾伦的信号 相信消失了13年的艾伦回归 给了玩家不少的震撼和期待吧 让人迫不及待即将推出的心灵杀手2 虽然还有不星灵杀手《美国噩梦》 里面的主角也是艾伦 不过她却是汤姆留在现实的另一个艾伦 黑暗版的艾伦 她和真正的艾伦并没有太多的关系 所以这里并不会过多解说 有兴趣的玩家也可以留言 有机会的话会单独出一些细说 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不知道玩家们又对于这部作品的剧情 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